- 大家好,我是路透明,大家好!我是蜜蜜蜜蜜 - 今天的情報時間要來跟各位訓練家繼續介紹 最新擴充包變換假面的新卡資訊啦! 是的,在影片開始之前要先提醒各位訓練家 最新擴充包變換假面即將在5月10號正式發售 接著就讓我們來介紹第一組寶可夢吧 絲磨茶還有萊杯粗茶 絲磨茶是HP40點的超屬性基礎寶可夢 弱點是火屬性,絕對需要一個無色能量 這隻抹茶寶可夢好可愛呀! 可以看到圖鑑說明是 雖然這種寶可夢看起來像是萊杯茶的地區型態 但最近被發現其實兩者毫無關係喔! 喔!原來是這樣,關於寶可夢的小知識又增加了! 那進化之後就變成了萊杯粗茶 HP提升到了70點,第一招詛咒水滴 一個草能量就可以使用 將四個傷害子失誤以任意方式放置於對手的寶可夢身上 第二招清洩茶,一個草能量 將最多三張自己的廠上寶可夢身上附加的草能量卡丟棄 造成其傷數增加70點傷害! 看得進化的萊杯粗茶 就讓我想起在本傳遊戲中 他使用招式的時候會轉動他茶刷的那個畫面喔! 非常的有趣耶! 他的第二招讓我想起了上一次跟耿鬼子君介紹到的 惡鬼碰碧草面具EX 使用特性碧綠之舞 可以每回合從手排中 把一個草能量填到惡鬼碰碧草面具EX身上 搭配萊杯粗茶的第二招清洩茶 可以造成210點傷害輕輕鬆鬆啊! 如果到了遊戲後期的話 草能量都在氣排區的情況下 還可以選擇將絲魔茶進化成萊杯粗茶EX 用第一招熬反把氣排去草能量全部洗回排庫 將超大量的傷害指數放到對手的一隻寶可夢身上 完美收尾啊! 真的!感覺很好玩耶! 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下一組的隨從寶可夢吧! 願增圓、極致機還有購戰狗 願增圓、HP114點的超屬性基礎寶可夢 弱點是惡屬性、抵抗力是鬥屬性 撤退需要一個無色能量 省上限腦力 若這隻寶可夢身上附有惡能量卡 則在自己的回合時可使用一次 選擇最多三個自己的一隻場上寶可夢身上放置的傷害指數物 改放於對手的一隻場上寶可夢身上 招式精神歪曲、一操一無造成60點傷害 將對手的戰鬥寶可夢混亂 喔!這個特性可以用來補足傷害來昏厥對手的寶可夢耶! 像是對手的戰鬥寶可夢身上 裝備了性存鍛鍊器 因為被我方攻擊之後發動他的效果 HP只剩下10然後撤退到他的備戰區 這樣輪到我的回合時 假設我放了場上 寶可夢身上有傷害指數物 我就可以使用願增圓他的特性 來昏厥那隻只剩下10HP的寶可夢了 確實耶!反過來說我也可以先使用這個特性 將傷害指數物放在有性存鍛鍊器的寶可夢身上 再用足夠的傷害昏厥那隻寶可夢 那就破解對手的戰術啦 確實耶! 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張可以搭配的寶可夢喔 就是這張水泰金的甜的美好EX 他的第一招是冰柱之梯 可以讓對手的一隻寶可夢身上 放置傷害指數物直到剩下30HP 下一個回合再用特性 剩上限腦力來昏厥這隻剩下30HP的寶可夢 也是很流上的COMBO喔 再來是極致機 HP120點的超屬性基礎寶可夢 若點是鋼屬性 差略需要一個無色能量 湯性剩上限費洛蒙 若這隻寶可夢身上附有2能量卡 則這隻寶可夢受到招式的傷害時 自己值一次硬幣 若為正面 則這隻寶可夢不會受到那個傷害 招式、能量、羽毛、一個超能量 造成這隻寶可夢身上附加的能量的數量 且30點傷害 唉唷這個特性是值硬幣如果正面的話 就不會受到招式的傷害耶 那麼你想試試看是不是 那是當然啦 直中正面我就可以一直無敵耶 欸也不是無敵喔 就算一直使用這個特性硬幣正面嘛 對手如果使用的是招式效果 例如放置傷害指數也是一種招式效果 真的要特別注意喔 嗯對耶 謝謝叔叔的提醒 讚 那我們就接下來一起讚齁 介紹夠戰狗 HP130點的 動屬性基礎寶可夢 弱點是超屬性 撤退需要兩個無色能量 特性腎上限力量 若這隻寶可夢身上附有2能量卡 則這隻寶可夢的最大HP加100 這隻寶可夢使用的招式 對對手的戰鬥寶可夢造成的傷害 再加100點 招式好拳 兩個動能量造成70點傷害 看他甩動鎖鏈的樣子啊 就彷彿感受到他激發了腎上限的力量啊 這個特性腎上限力量 可以讓他HP變成230點耶 同時讓原本攻擊只有70的招式 變成170點傷害 哇太酷了吧 有發現嗎 怨真猿、極致雞、購戰狗這三張新卡 關門的特性都提到身上要有2能量 這時候就可以考慮使用夜光能量來構築喔 至於你剛剛講到購戰狗的特性發動 HP增加了100點 如果是附加了豪華斗篷或是英雄斗篷 這樣他的HP最高可以來到330點耶 那如果要讓107點傷害變得更高的話呢 可以考慮大家可以極限腰帶喔 那如果我很貪心呢 這回合我要裝備可以提升我HP的寶可夢道具 然後還想要攻擊的時候增加傷害 有辦法同時做到這兩件事嗎 嗯?也不是沒可能 那我們來介紹這張新卡 無力 這張卡從2種效果中選擇1種使用 將自己的戰鬥寶可夢與備戰寶可夢互換 在這個回合自己的寶可夢使用的招式 對對手的戰鬥場的寶可夢ES造成的傷害加了30點 哇是藍莓學院的冠軍烏力耶 如果這回合選擇使用烏力的第二個效果的話 還真的可以滿足我剛剛所說的情況耶 那第一個效果是幫助自己的戰鬥寶可夢與備戰寶可夢換位子 那第二個效果呢則是增加傷害啦 感覺滿百搭的耶 感覺放在我的噴火龍ES牌組裡面好像不錯喔 試情況可以解決換位的問題 或是在對手已經拿了4張將傷卡的情況下 打開這張無力的第二個效果 接著使用燃燒黑暗攻擊 這樣傷害就可以來到330點耶 喔聽起來很不錯喔 那最後我們來介紹一下無力的姐姐丹魚 這張支援者卡的效果是 這張卡可在先攻玩家的最初回合使用 將自己的手牌全部丟棄 從牌庫抽出5張卡 唉唷如果我在牌組放個4張 在我的先攻第一回合抽到這張丹魚 開局的穩定性就可以大幅提升耶 嗯確實 就算先攻完沒有使用到也沒有關係 手牌全部丟棄 抽5張也是一個很好用的支援者卡喔 好期待之後的對戰了喔 可以在先攻的時候呢 抽到這張支援者卡丹魚 那就不能錯過最新的擴充包變換假面 即將在5月10日發售喔 那以目前的訓練家 對今天的型卡有沒有想法呢 歡迎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做過接下來的相片通知 有夠讚 我是羅董姆家豪 我是夢大文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